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市场是在白天的波动 因为受到了澳币 受到了澳联储的会议的影响 那么有一个发生的过程 那么这个过程其实来讲也很正常 第一个说它并没有降息的一种想法 应该现在这个阶段降息应该已经不太现实了 所以没有降息的情况下市场可能顺势的向上去运行 那么这个是属于一个比较正常的走势 那么其他的品种的话 像黄金 像英镑 包括像欧元 当然了纽元的话也是比较多 因为今天关于澳联储主席的讲话 那么它主要也是针对了澳洲和纽西兰两个国家的一个未来的一个预判 目前看的话可能纽元走势更加的强一点 OK 这就是今天白天的发生事情 那么昨天的话有提到关于澳币的做空的问题 那么从形态上去讲 OK 我们就直接调图形 澳币的话现在是走到了现在这样一个位置上 现在这样一个位置上 在这个位置上 第一个我先说的是没有到我们去交易的点 如果你听得懂我去昨天去讲的整个市场的这种走势的话 那么今天的现在这个高点 我只能说是现在的这个高点 是我们等待的第二个高点 什么意思呢 我们之前在这边一侧的分析 这边一侧的分析 开始说我们要准备 准备要对于澳币的操作 那么在这一段时间里 这段时间里我是偏向于分析的 包括往之前的走 包括之前的这部分 都是更加的偏向于分析 分析什么 分析的市场的心理 包括到这边市场的话 可能是第一次的反转 然后这边是第二次 但是这两次实际上是没有人能做得到的 没有人能做到这个多单的 能理解吗 没有 那么市场要接下来干什么 逆转思维期里边 还有很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说从这边的空单的方向 逆转到多项的时候 它并不是一瞬间就逆转 它靠的是两次的波段行情 就是一个是这边的反转以后的 这边的波段行情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这边的波段行情 好 这边的波段行情 OK 这是两个波段 但是我不知道你们能比如说你在群里回答我 你们觉得这两个波段的上涨 做多的人能有多少 反正我觉得是很少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同意这个观点 虽然它是上涨的 但是实际上 就是说它并没有 我们并没有去做多 而是到了今天开始 我们市场里边开始有思维的去做多它 你们同意这个观点吗 同意的就说一下 不同意的也可以说一下 OK 那他同学不说就好了 没有关系 这是我的主要分析 这个分析的走势 就是说如果白天我能看到 那么可能我会去参与 但是白天看不到 我一般我就放弃它 因为我主要是用它去印证我对市场节奏的这种把握的程度 懂吗 那么昨天有想 昨天如果晚上拉升已经回落了 那今天拉升我们去卖空它 但是它并没有这么走 它是说在底部徘徊的时候 并没有从这边打到这边上去以后 回来今天再遇到消息去那时候 它是直接上去的 那么我把它定义为这是第二波 理解吗 但是在这两波里边实际上能做到的人是很少的 那么市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这又是一个很关键的 就是等待一个交易日 这个理论是怎么样一个情况的 就是说市场在这一天的时候 我跨的第一个篮孔 它是偏向于空房的 在这一天 如果你说做多 应该市场里边大多数人是不认可的 大多数人不认可的 那么这一天是 我称为它是一种反转的概念 向上反转的概念 那么这个是第一天是市场不认可的 那么这一天是市场纠结于多与空 市场在公布消息的这段时间里边 那么之前它的位置前期的高 这个地方实际上已经不适合去做交易了 对于很多投资人来讲 基本上也就不做了 那么但是这个第二个篮孔 它的一个功能是使什么 使这个思维从之前的多方 空方转向了多方 当然这些都是 我只能讲这个逆转思维和 我们之前做的那种大的波段 逆转思维不一样 现在这是小的波段 它应该是很快的一种转换 那么这是第二个框子 所以接下来等什么 就等第三个 什么叫第三个呢 第一个第二个 那么好了 那么接下来去要等的 就是看它 我们不要动单子 不要做 就说主观的判断 0.7689 就是现在我要做空的最高点 我们能这么判断 就跟这天一样 到我们解盘时是3.4 但是我说了 这个回调 不管它是涨到4级也好 40也好 不去主观判断它 最后它涨到47 所以今天涨到89 所以从幅度上来讲 有没有看到 幅度上来讲 相当于是什么 也是比较同步的 大概的话 大概都有140点 这边的话也有100点 这边也有100点 OK 这就是一种 一种理论 第三次的话 其实就是什么 第三次就是 如果这边开始 有人去伸跌以后 再反向上冲的时候 那么如果有人在高位 去买入的时候 我们去放空它 这就是逻辑型 因为什么 因为再次的下跌到拉升 就会有人去买入这个交易了 就会去买入这个交易 明白吗 所以我们现在耐心要等的是什么 等的就是这个形态 等着这个形态 之前这些形态应该OK 节奏上也OK 第一个拉升 第二个拉升都错过去 然后下跌 然后第三个 第三个拉升里边 有人去追多 我们去放空 这样的话 我们有几个线形可以去看 从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就是说从这个位置 我们去连这两个点 因为它在下跌过程当中 这个低点低于了它 所以这两个点之间的连线是有意义的 是有意义的 在今天的话 那么现行的话 大概的位置在0.77 明天的话 那么现行就到了 也差不多 就在0.76 99 98这个位置 所以这个位置也正好和 如果今天不在创高点 我只能讲 不在创高点的情况下 89 那么向上挂5到10个点 也正好是在接近0.7700这个位置上 我们去做一个卖出 就是说这样的交易实际上它是符合 第一个它是符合一个短期内 就是说当然了你说短期内最短是这几天 当然是上涨 但是从这个形态上来讲 它是一个下跌的 所以现在是看它究竟上还是下 当然我试图在高位去放一笔空单 是因为再上再下再上就会有人去买入 理解吗 有人去买入 同时再下再上 就是说会使得下方的一些空单走掉 因为第一次拉升走不掉 第二次这样的拉升 就是说第一次下方的空单 比如说在0.7550这边附近的话 那么这边的空单 这波拉升是走不掉 这边也走不掉 但是再突破上去 应该会点掉一些止损 之后的话 反正我整体性判断的话 我个人认为 就是说这个低点不会破 我只能这么讲 原因是说它如果将来是一个大跌的行情的话 就是说在周级别进行一个顶部又多 但是在更大级别是个下跌的话 它应该在这一次测不应该再创新低出来 因为一旦创新低的话 一旦创新低的话 是会使得这个附近有一些空单存在 如果这个空单存在的话 可能你往上走的距离如果不够大的 当然这后面再说 可能会洗不掉 所以这边的话 反正我觉得是可能不破它 也就是说如果这笔交易是成立的话 那就是空间的话就大概在0.7694 如果今天的目前的高点不破的话 今天这个位置不破 如果它能够下去 然后我就会挂单 就是下到哪里 可能如果它深一点 说这边跌下去回到比如说0.7620 因为它要等一天 等一天这个目的是为了市场的舆论导向 什么叫市场舆论导向 就是说明天开始市场里面大部分做分析的人就开始看多了 那这个导向怎么 这个导向等一天 等完一天以后怎么样呢 它实现呢 就是有一个调整 然后有个调整以后再破高点 这就实现了 实现破高点的时候就有人去买入 那么这个就是一种交易的实现 交易的实现以后我们去卖工 这就是我们做的交易 所以这也是从上周开始 我让大家从这边分析整个的市场心理 这边到这边两个拉升的高点 我给大家去举例子 这两个高点就类似于像这边的高点 这边可能高于它 然后后面可能还有高位 可能只比这边高一点点的位置 然后我们去怎么样 去把它空端进场 原理呢是还是一样 原理的话还是 第一个是它有一个下降的 一个趋势线的一个阻力 第二个是说它是一个长期的 巨型的一个震荡结构的横向的高位 就是说我们粗略化一下 因为正常的话你应该怎么画 就是刨去多出来的部分 就是画这个点 那这个点的话 基本上就是它会把前面这几个点都包含进去 都包含进去 所以在接近这个点的时候都是可以去做卖空的 是吗 那么你会发现什么呢 这明明是一个巨型的一个上方 但是经过今天的走势 昨天的走势 今天的走势 市场开始怎么样 不认同下跌了或者开始准备有人做空了 还做多了 然后做空的声音可能逐渐消失了 然后到明天的话一个形态走完 破完以后空担进程 这就是我要等的东西 明白吗 好吧 这就是奥币 好 那么在整体上来讲 整体上来讲的话 就是说像 其他的品种 包括黄金 黄金的话 包括欧元的话 我现在的话只能讲 像欧元我是希望它会破一下这里 然后再跌下去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你这样慢慢走的话 因为有一种反弹比例 那你从这边下来 对吧 这边下来以后 有一个反弹的比例 正好这个比例现在是0.5 0.618的位置 所以这边有人是要放空的 如果有人放空的话 反正我觉得是要先破一下为好 那破一下的话 就是反向向上延伸一下 到这边的区间内 那么这边的区间内是多高为合适 就是比如说4小时的55节到89节之间 这个位置 不碰89到55之上 那么也就是在70到1.1这个区间内 可能是这个高点 我是希望这样的 这样的话 那也合以合 就是说明天澳币的最高点 在一起 那这样的话 澳币下跌我们去做它 如果错了 欧元也会上 澳币也会上 那就是错了 那就找下一次的交易节奏 如果澳币对了 就是欧元的最后一轮杀跌 欧元最后一轮杀跌以后 就是欧元最后一轮杀跌以后 就是我们要买入欧元的这个时间 我就反复的每天都在讲 就是这种节奏 明白吧 这种节奏 那么今天的话 就是说美元对加元 美元加的话 因为受到影响 就是说它有继续的下探 当然幅度我认为不算太大 就是五六十个点 那么但是它会造成 就是欧加的进一步的下跌 欧加进一步下跌 那么欧加的形态里 从周期性来分析的话 它也接近到底部去了 就是逐渐的周期在缩短 周期在缩短 然后一直到下方 所以今天晚上 欧加如果欧元有上涨 美加如果下不去的话 反正欧加低点和欧元对美元低点 它不是同一时间 记住我昨天有旺提到了 就是关于交叉盘和直盘里面 有一个区别点是什么 就是比如说 我们看周期的延伸 如果欧元的上涨以后再破位 它的破位低点的时间点 和欧元对家元 稍等 稍等 对 欧元的话 就是说 你如果是这个位置上已经进了 我觉得还可以 但是就是说它可能还是差了一小波 如果是这样的话也可以 就是说 如果你看到你们如果今天白天有做空的话 就是你看到一会儿 比如说跌到了这边来 或者是这边附近 如果看到四五十点 你们先把它平掉 平掉以后 等到明天逆转思维 最后那一步以后再去空 我觉得那个点会更好一点 就是它会怎么样的 就是说 因为我不知道你们空单的位置 如果是七零八零 我觉得还OK 如果是比如说四零五零 那就建议可能先把它在低位的平掉 然后等拉伸再紧 那个位置会更好一点 明白吧 欧元的话 就是说 理解我的意思吗 就是说 它的下跌最后那个极限低点 跟欧元对家元不在一起 记住 它只是说最后那个低点 如果欧元对美元 跌下去 欧元对美元 就是说 跌下去以后 我们可能先进的是欧美 但是欧元对家元的话 还要考虑美加的因素 可能从目前看的话 我觉得是在 就说欧加的那个最低点 应该是在欧美之后一点点的时间出现 就说有一个先后顺序 好 那如果是欧元的话 在七零附近的话 就是 理解吗 就是说七零附近 它可能会再次回调 回调到 我觉得你们回调看的话 就是说大概在 呃 说三 见三吧 就说如果回到0.7635到40这个位置 我觉得就可以先平掉 然后再等高点 再进展 好吧 昨天可能还是没有听太明白了 就是说 我听 原谅的这是要三个高点 而不是两个高点 现在只有两个高点 对吗 如果什么叫三个高点呢 就是说这是一个 今天是一个 这是两个 然后它应该是再跌 再走到第三个 我是要第三个高点去做过的 好 这个在之前在这边反转的时候 已经说了这个位啊 说了这个问题了 为什么 就是今天也讲啊 就不再重复了 就说这种这种思维啊 这种思维 好 其他的品种啊 包括黄金啊 没有什么建议 因为黄金的话啊 有人说可能这边有一个略微的向上的啊 这种上涨啊 破位啊 怎么讲呢 嗯 我就是从形态上 我感觉不到它有什么样特别大的力量啊 所以它可能还需要一次的下跌更好 所以这一点的话也能够印证什么呢 就是可能非美货币啊 就是说在真正走强以前 可能还要先跌一下啊 还要先跌一下 对吧 跌一下 这样的话 从时间上看的话 如果是在明天啊 然后澳币做空下去以后 欧元接多啊 欧元接多以后呢 走大概10个左右 这样一日的上涨过程 然后这二也是符合一个四小时集次的一种啊 结构性的反弹啊 或者是结构性的上涨啊 就是说看它最后最后这个尾部的上涨这个波段啊 如果这边啊最后确认这个地方向上突破啊 最后看它走到哪去啊 也可能是最后末端那个向上上涨 就是说这个当然我们后面再去分析啊 就是说现在目前看的话啊 欧元啊还是符合的 为什么呢 就昨天晚上没有再破了这个62那个低点啊 它是在向上反弹的啊 昨天62这个低点 我们解盘的时候没在这啊 解盘的时候在这里 我说这个点位就好像不破 然后向上反啊 反的话呢 今天也是走这样的形态 如果啊 反出来一个线 跟着它跌下去 那么很有可能就是啊 完成一个这种啊 洗洗完盘 然后呢 洗一下短短期的工单 然后再跌下去啊 就是说这种形态啊 会更加好一点 好 那么 每日啊 有个人问我每日啊 没有什么太好的建议啊 就是说 为什么呢 就是这个位置啊 日线这个位置到了以后 基本上啊 就是说 在这粘合住了啊 我说这个日线的啊 当然我均线吧 它是一种啊 估值并不是准确值 只是说来到这里就要小心了啊 来到了103.6啊 这个位置以上啊 或者就附近的时候啊 这边的话是有压力在啊 而且目前的话市场的话已经啊 趋于这种平衡啊 趋于平衡 所以不太建议交易它啊 不太建议交易它 因为它确实也没什么实际的波动吧 啊 像昨天的一天啊 就连续这几天啊 都是在0.2左右的一个波动 0.5 0.4 0.2 啊 基本0.6啊 就说来到这边 这天大也一啊 剩下的话都没到一的波动啊 那就不算是特别好的行情啊 好吧 OK 那么从整体上来讲啊 就是奥币这一笔交易啊 对了 说明找到节奏啊 错了 就说明节奏还要重新在场 可以吗啊 就是这个 所以你如果不想空啊 那因为我不能逼着你们做 因为我知道现在很多人的思维 奥币已经转多了 特别是如果你有一些交易思维在的话 你可能会转多这个正常啊 我不反对这个正常啊 那你可以先不做啊 你不做也可以 那你不做的话怎么办呢 那呃 就是说看他第一刻跌幅有多大啊 如果你看到跌了 你坐右侧可以吧 你左侧不跌 你坐右侧怎么可以吧 就你先脑子里有一个大跌的概念 只是说啊这轮上涨啊 甩绳子吗还记得吧 这个上涨甩出来了接近200点 就意味着下跌 如果成立的话就200多啊 这样甩出来对吧 这样就说这边开始啊 甩下来一点点甩 然后甩上去 怎么 9月32结束以后啊 这边一点点走 然后现在已经是到了这个点啊 接近这个点 这是91这是89啊 然后这边下来 然后甩上去 甩上来甩下来 就要比这个大啊 那你比这个大就简单了 第一波跌下去以后 你有右侧的交易方式啊 你有右侧自己用右侧交易方式去做可以啊 不管是可以先反着啊 你的一些短线交易系统 这边反转了啊 做多不做 做多不做 这边啊 有人下来做多错了 错了 然后跌下去 那么什么反弹做空是对的 就说形态上 就是说怎么讲呢 震荡式 懂吗 就现在我觉得它只是到了周期震荡 耗币到了周期震荡的这个顶部了 我们不能主观意乱 它是已经走完去式了 那么我们做空是OK的吗 对吧 那纽约的话有人问纽约转多了吗 好 这个形态 你要说怎么叫转多呢 它都没转空 简单来讲 为什么叫没转空呢 从日线图来讲 它没有走出一个位置 这个地位比它要低的位置 对吧 除非是这个位置比它低 如果从日线图那是转空了 你现在的话你只能是这边还回调 所以这边的话这个上涨 它都是一个这种小时几次 就是说它不是大周期的 所以澳币的话如果明天做空 纽币怎么走 我一直为什么不分析纽币呢 就这个纽币它现在反转不反转也挺关键的 如果澳币有一个跌 纽币啪打到这个下面以后 这个下面以后的话 这可以算是倒式反转的意思 但是第一次打倒式反转点破了以后 我未必就直接跌下去 它可能还会再拉升 这就有点复杂 所以这边就变成了我要等它看它这一波下去 如果澳币跌200点 纽币也跌200点 正好就可能会破它 200多点的话 所以你如果想做 因为包括后面 就是说如果今天晚上你看到欧元也涨 然后英镑白天也涨了 对吧 英镑今天白天也有涨 然后的话像黄金也有涨 所有非美都涨 你感觉到是美元变弱 非美总强 可以 没有问题 也许我这次分析是错的 澳币可能直接上去 欧元可能也直接上去 这种是可能的 只是说这笔就是在试这次的交易节奏 对了 后面我们可能踩的标准 它错了 再找点接着去踩这个位置 好吧 形态上是这样的 好吧 如果你是挂单交易 不要挂 如果今天这个高点 你就不要挂的太远 你说你挂到 你说你挂到0.7710上方 它万一不破了 它万一不破就下去了 对吧 要你挂到0.7732以上 那就基本上 那你如果真的破了 那你还不如就别做了 对吧 就是另外这个意思 那你挂的太远了 要挂单就挂得上近 有人说那你肯定这个点不会破 不是 是说你能够保证这一笔在你先取 对吧 它万一点破了 它跌下去呢 你的话 你万一它不点破直接跌下去 那你不就错过一个交易 是这么一个 基本上你们像你们说 这个拉伸做空 如果你们没有听我去解盘 你们要想做空 都是在这里做 不去设止损的话 现在正常你们都要亏到100多点 要亏到100多点 其实你已经基本上 如果在今天进场 670附近进场的话 其实你已经错过一个 一大段的上升 这大段有多大呢 基本上就是 这个震荡区间的一半 震荡区间从高位 如果我们把它拉的稍微的 是准确一点 拉到这边来 你说 基本上你是错过了整个 震荡区间里的三分之二的 这么一个空间 你没有在底部被套住 然后上去 对吧 然后再跌下去 你没有 OK 那么 原油 就是说原油 原油这个 它还是没有破了这个高位 还是在这边徘徊 那么 只能这么讲 从形态上看 原油可能还是有可能在深跌的 所以美加那边还是有上涨 但是 从时间上 还没到 我只能这么讲 时间是还没到 时间到哪了 就是说如果奥币那波走完了 欧元接到那个底的 美加可能也见底 美加见底 美加上 美加上去的话 就原油下去 对吧 因为这波行情正好是对应 然后下去以后 美加我们做了一笔 欧元对家园的 做一个末端的向上 欧元对家园的 上上 做完它以后 然后我们可能比如说 像今天现在 已经把这个地点破了 已经破了 我说还是在等一等 已经破了它 要等那个时间形态 破了当然更好 破了就说明 洗完盘了 洗完盘的话 洗了盘了 未必还要 可能还要再走一个低点出来 也是正常 所以还是精确一下 时间点比较好 这就好像奥币这一波 奥币这一波 我就精确到三个高点 所以在第一个第二个 我就先没做到第三个我去做 这就是精确一点 奥币直选 我不是说了吗 我一般做左侧位 只要我找稍微精确一点点 上方就是给100点 好了 如果比如说到了99 这个位置 九几这个位置 你给100点 其实就已经都到哪去了 这边去了 如果是它打到这边来 点到这边 那也就顺势就上去 所以那就还算是OK 还算是OK 当然了 如果你再多给一点 那你就都 如果是在7700附近接到的 7700附近接到的 你要给上方去 这个都是可以的 就看你的仓位和你的风险管控 你像这段时间 我觉得市场里边 反正每个人想法不一样 说这段时间内 你要是说一天能做个10% 百分之多少的获利 那要真的将来波动起来 你错了 那基本上一轮爆仓得很正常 这个仓位管理还是要比较重要 如果你觉得这段时间这种小的波动 你觉得你可要可不要 那就不做 今天晚上是不是美国那边还有一些数据 如果是数据的话是这样 逆转思维里还有一个很正常的一种想法 是什么 就是如果数据是偏向于比如说 如果美元的数据 如果比如说偏向于美元不好 美元好 就是非美跌一下 非美跌一下 跌下以后又上去 这说明什么问题 这个思维是什么 就是什么思维 这种思维其实 但是呢 非美还是强 那大家市场里就更加认为非美是强势 如果是这样 就是更加有可能使得 那个位置上做空是成立的 就是说如果一会儿应该快了吧 我也不知道时间 可能就没看 可能好一点时间吧 可能美国才有数据 所以这边我现在就看的就是只要你跌下去 很像类似于这边 对吧 一回条 这边只要跌下去 那这个高点就成了 那我就在上方挂 挂麦处的 因为休息嘛 谁知道他里出什么事 对吧 那他夜里就走完了呢 如果比如出了消息 趴下来 下来我就直接挂灯 我就不管了 我不 我就不会管你是 今天晚上就拉起来 然后跌下去 还是到明天再拉下再跌下去 就跟我没关系 因为再走高点就是我进空的 谁知道你什么时候到 你几点到 或者夜里到 这都有可能 因为不要了 现在说了 这还是小波段的 万一就到夜里 或者明天早上起来 就跌下去的 那你要错过去就可惜了 因为等了好几天了 基本上的话 就是这个样子 你说有波动吗 有对吧 英镑也有0.7 先说白天一开盘 就看吧 英镑都是现在习惯这样 就是一开盘 批完盘 然后只要早上起来 然后蹦就上去 到了美盘了 你看这连续几天吧 都这样 就这样美盘不动 然后一到早上起来 压盘就波动 这边也是 上车也是 这边插波 这种现象就说明 怎么样 到美盘的时候 没有办法把它 这个 力量平衡 没办法 谁 一方也没办法 战胜另外一方 这就是现象 交易 还是蛮有难的 但是你说 你说从技术通行上来讲 当然你这边一波上涨 然后回撤下不去 对吧 然后再上 对吧 这都说的通的 但是你做的两个关键是 就是这个问题 就是你怎么做 对吧 你是 回调座 还是突破座 你突破座的话 你走多少点走 对吧 你走不了 它再跌下去 反正这些都是 很多的问题 就是我们能看到 很多的波动 但是实际上 到你去做单的时候 你未必能把空间做出来 因为你进不到这种好的点 你也可能踩不到这种点 因为你为什么呢 就是它这样调下来以后 你可能想等更低的点 你接不到 你就又错过去 这都很正常 就是交易都是这样 我们看图说话很容易 但实际上到我们进场交易的时候 其实蛮当的那些事情 因为那是一个决策 你要什么时候进 怎么进 什么位置进 因为每个人回调比例 也找到这都不一样 比如说你这次做 上次你感觉回调了 比如说这波上涨 这波上涨 你上次也许看到的是回调0.5 不是 上次你看了可能回调0.618 它这次就到0.5 它就起了 你等0.018的位置 没有 这0.618怎么来的呢 也许是你前一波 你做交易的时候 你没等0.618的位置 给你起了 起了以后 你就想等0.618的位置 这些都是我们实际当中 会遇到的问题 所以这种 交易其实 我觉得是蛮复杂 蛮复杂 基本上就是这样 可以吗 这样的话修正以后 就变成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 开始提示预判 三个高点 然后第一个高点 到了一个点 没有到我们预期的目标 到60到70 好 第二个点到了60到70 修正完以后 我们到了接近0.77的位置做空 这样的话就更加精确 比你在70直接挂单 可能更加精确 到你到这边去做空 然后你的知识 相应的就更加的提高 高一些 当然如果是到了 说怎么讲 更高的位置就不歉意了 如果你是想说真的到这边了 你不想做就不做 你说你挂到更高的位置 我觉得就没意义了 你挂到更高的位置 然后它真突破了 反正你还不如就先不进 更好一点 走的更准再进 好吧 基本上就是这样 市场也没什么大的变化 你们有想听什么品种 可以说一下 基本上就是这些 你说黄金 今天要抬头的势头 但是从日线图 那还是一个横向的概念 对吧 我就想等它 就是能够明确怎么走 你看现在基本上 昨天的话 就是55到89 有两块 两块多一点 今天的话 应该就到了两块以内了 就是昨天还有将近两块二的一个宽度 今天就到了 应该是一块 块五了 应该是再过两天就该穿越 这就空头排列 我们学过均线 多头和空头 其实都无所谓 因为你设置里面的均线都差不多 就是无非就是早一点晚一点 因为 或者将来是大跌的 那只是说你的均线 能比我一天是变成空头排列 我那可能比你晚一天 比我们还又又接着晚 你设的数值 越越小 你的穿越速度越快 55穿89 会比这个34穿89要慢 你要你数值设到了一百两百这样 那当然就更晚了 但是如果是大跌的 你不管是多大 你设到五百 他也会 只是说十就无限往后推 只是这样 没有什么区别 好 OK 躲了吧 现在就是这样 如果你跟我一个节奏 就这边 看有一波明确的回调 因为这边回调记住了 这边回调 你不要在地位去买入他 因为什么 因为这边的位置 他可能是一浪走 或者是三浪走 我害怕的是 你去买了以后 你在高位一破位 你不想走 然后平掉 他可能就打几个点 就跌下去 那你可能就 除非是你做那种超短线 这就不在我的计划范围内 说你就做十几个点 说二十个点 那就自己控制就好 那这种反弹里面不都有 这边也有 这边回撤以后 即使到昨天我去捡盘的时候 边上涨的也有二 你都自己掌握吧 好吧 应该没什么 因为都没怎么表 我需要这样的 加上涨的 我们可以把它回答 我们跟 Sanskrit咱俩 走 充分装 走 至少 没什么 好 咱俩 走 好,有什么问题吗? 英镑啊 你说短线吧 因为它有一个这么大的空间 所以它接下来这种小的 你看图形那种小的波段其实都蛮大 你说是多大 你说是大的波段 那肯定我觉得是没到时间的 如果你是说小的周期的话 到明天我做空澳币多元 以前的话我觉得做多更好一点 作为的差 短期形态还是向上 而且可能一会儿是不是有消息 因为今天我看一下RBA的时间 顺带看到一个是不是有什么 关于美国的一些数据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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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的就是说如果一会你们看 如果一会出现消息 你们发现消息的一瞬间打下去 就直接就挂灯 好吗就是如果消息一瞬间打下去了 直接把高位的空单就挂上 因为很有可能就点破 然后就跌下也是有可能 因为消息这个东西 不能确定它到底市场影响有多大 比如说你看到了就去挂 好吧基本上就这样 市场心里太多 奥币这边我是能感觉出来有这么一种 迫寸的一些变化 市场心里的变化 但是像其他的品种 感觉还不是这么的强烈 欧元是有预感 但是现在看不到的我只能这么强 英镑的话就说他这个都应该是滞后的 就是说 比如说后面米联储加薪 然后啪啪啪飞美再跌 可能他也不动 他可能是最后那一项 就是 都弄完他动 为什么呢 就是他希望别人 因为跟你讲了 是这么样 就是为什么他最后一个动 就是 之前动的一些品种 散户也做不上 就是比如说 我说如果黄金有大跌 黄金上不跌 做不上 做不上就错过去 然后唯一不动的是谁 可能是英镑 英镑不动了 因为欧镑可能是欧元跌下去 欧镑也下去 然后英镑不跌 英镑不跌呢 英镑不跌呢 然后英镑最后跌 最后跌怎么办 所有人都看得到 所有人都去做他 就说这是一种逻辑关系 如果这个是成立的话 那是就比较好 有人说像 对之前白天有人说 这个奥币的 他说为什么不做多 我讲了 我这边是因为 我是用他的分析 去印证我到底对没对 如果分析的 这边是对的 然后这边也是对的 那说明后面那个地方 对的概率更高一点 怎么说是这么一个关系 不是说你做不了 我也提示了 我说你可以做 对吧 因为他是白天出现的时间 他不是晚上 像 这个时间都是在白天 我没法带你去做盘 他晚上解盘是已经到这了 我解盘时是三四 我解盘的时候我记得 对吧 对差不多吧 解盘是这里 解盘是三四 那已经找完了 对吧 回调这个地点也是白天 失联 我怎么带你去 可能是自己掌握 好吧 基本上就这样了 现在奥币看有一点向下的盖 那就看吧 就是说 怎么怎么看这个位置呢 就比如说一会儿如果 比较明显的一波 比如说回到了 这边 我觉得就算是回调 然后就可以挂单 好吧 我希望是最好 今天先不动 明天再拿 因为要给 要给人写报告的时间 明天一写报告都看多了 然后市场都偏多了 然后我觉得就对了 所以最好还是等明天 所以今天那个数据最好是什么呢 跌一下 跌一下 洗下今天白天短多 洗完一下 明天再慢慢爬 爬完之后末端向上喷出 然后送人去追多 或者是想喷 向上突破以后 回踩做多 这种心态就都出现了 出现以后呢 我们做空可能就对了 就这么一个情况 好吧 基本上今天就得要 给大家看看 感谢观看 同时还有什么问题呢 对 今天盘感的地方 这种盘感 比如说市场在 然后都看空 为什么我们要看多 这边是因为之前犯过错误 明确的解 之前我已经推不到 这边曾经我做过空 然后错了 错了以后呢 扛着 还扛着 然后扛不住了 跑了 跑了以后跌下去 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你自己经历过以后 你自己才能把它分析出来 会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一直强调 我说 现在这种方式 就是说你可能如果我是对的 你可能看到整个过程 但是你可能自己做的时候 你可能还是可能看不出 因为他问我们怎么才能自己看出来 比如说这种过程如果是 或是这样的话 可能是看不出来 就他得是看你现在是一个 你做到什么地方 你应该做什么交易 然后你怎么一步一步的去修正他 如果你直接就想修正他 因为你之前可能还都没有经历过 你就做不了 好吧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了 然后该说你说了 然后就大家 你说挂到多少点 挂到多少点 反正别超过十个点 如果你是挂的话可以吧 好 今天先这样 谢谢大家 明天我们再看市场变化 祝大家交易顺利 谢谢大家